你看这边也有人微博上就在引发很多话题 说这个有两个舌尖上的中国 一个舌尖上的中国充满阳光与感动 是由淳朴温情唯美感动 诱人人文情怀奶奶的眼泪妈妈的手 故乡的回忆写成的 而另一个舌尖上的中国充满晦暗与肮脏 是由添加剂致癌物地沟油增白粉 瘦手精农药残留荧光粉反式脂肪酸血旧的 我应该爱哪个中国 其实这个节目很简单 解决方法 像那些什么《非诚勿扰》这种节目 不是都找一个心理学家坐在那边吗 讲完一堆男女的事情之后 有个人就说 你们要怎么回护纯粮的关系 心理的健康 像一样 我们到最后找个医生 在这种节目最后 讲完一堆中国的美食传统艺术 最后找个医生出来 各位观众请注意 假如你吃完肚子痛发烧什么 你应该赶快吃什么药 把它来解说一下 那就完备了 我觉得很怪的地方是 我向来心里面本来就觉得 中国人在吃这个东西上面是很矛盾的 你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两个舌尖上中国 一个充满地沟油 一个充满阳光与空气跟大自然 其实是并行不备的 我们从来都是这样 我举个很简单例子我们老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懂吃 最会吃吃的最好的民族 我也觉得到现在我仍然觉得中国菜是世界上最复杂 最好吃的菜 我自己觉得 但是很奇怪 你比如说你走出国门 比如说你问家会在美国生活那么久 你到欧美那些地方 他们老很多老美老外的说听说中国菜很有名 老说中国菜是跟法国菜土耳其菜并称三大菜系 但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真想要吃一顿好的 真想要浪漫一下怎么样 不会想到中国菜馆 为什么 因为中国菜馆给你的东西永远都是给人的感觉就是最便宜 最贱 而且做的不好 很粗糙 他怎么样做不好呢 你比如说我在北美洲或欧洲那些中国餐馆 你就看到嘛 就人家比如说日本菜来了 流行吃寿司啊什么 那中国餐馆赶快也学一学也能弄寿司 人家流行韩国烤肉 他也赶快弄一弄 弄的什么都四不像 但他能赢你就是我价格比你还低 就中国人走到外面开餐馆之后 你就看到那个问题 他一直在逗的不是越做越好 而是逗的怎么越做越便宜 你做的越便宜就要将货就价 那个东西就越做越糟 其实反过来 你看我们国内 我们很多的小吃摊面馆 福建沙县小吃 火了之后就全国一片沙县小吃 一条街上来十个 十个都在比便宜 都是越做越糟越做越烂 那在这个情况下 你能不出地沟油吗 你你你你 我还吃那些东西 我在想你这个油价 我给这个价钱 应该连那个你用了那么多的油 都给不起 那你这油哪来的呢 它能不是地沟油 能不我有问题吗 没有可是同样的逻辑 你的消费者也有责任嘛 因为假如你看到它越皱越便宜 你就猜到它那个成本 压低成本 它一定一定够有一些腐烂的肉 不好的肉什么 你就拒绝那个东西 没错 现在中国的消费者是说 我也不管 它便宜就好了 当然贵也好多人去吃 可是便宜 我还是光顾它还是去买 假如你有那个拒绝就好 是全中国的问题 就我们很奇怪 我们一方面说 我们很计较美食 喜欢吃好吃的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其实一直有个趋向 是要把好吃的东西消灭掉 或者大家一起集体趋向 做些不好的事 比如再举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开饭馆的 比如说我们老在北京 很多香港朋友说上北京 文道你老在北京 你能介绍什么好馆子吗 坦白说 我能介绍的就只能有几家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 为什么令人失望 就弄不太清楚 有的时候北京一个馆子 说好吃对吧 你就吃吧 过几个月以后 它就不行了 突然不好吃了 非常奇怪 我觉得上海能好一点 上海还不错 基本上一个小馆子 还都能介绍 但是你说上海 那个是特例 我觉得 反过来北京的情况 是全国常见的情况 那情况是什么 这个馆子它要做火了 它通常会有几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老板就是要做大 本来我这小馆子 每天晚上只能招呼100个客人 我把它弄到招呼300个客人 你这厨房就完蛋 第二 要不就是我这个大厨 整个团队 火了嘛 我自己出去开 要不然给人拉了出去 对不对 要不然是怎么样 他说我这火了 我开分店 一开分店它还是完蛋 所以我们都看到过去十多二十年 我们目睹无数传说中好吃的馆子 怎么样成了一个连锁集团 怎么样上市 然后最后完蛋 假如这种情况在香港 还有第四种情况 这是那个 你的店不是买的 是租的 然后那个房东 那个大地产集团 看你做的火嘛 家里租金 对 合约到齐了 涨两倍三倍 你做不下去了嘛 你就关门了 但是香港 我觉得相比之下 是华人的美食之都 因为在香港 各种各样的东西 还都能吃得到 而且算是不错了 而且这个东西 你对于我们大陆人来讲 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 这事需要有竞争 它有竞争 自然就会想办法 把它做的更好吃 你像我们去台湾 我就觉得台湾的饮食业 它也是不断的要竞争 要推出 像我们在宜兰 你知道吗 一个酒店 我跟你说你去吃 吃的烤鸭 我也算北京待过 我觉得北京烤鸭 要加把劲了 你一个你传统 是不是现在还能 那么原汁原味守得住 再有一个人家的心琢磨出来的 台湾饮食业老爱琢磨 你知道我们吃的这种烤鸭 所以你说认真 到什么程度 那天我们设置组约好了 去拍片子 人家说你们说提前多长时间 结果我们到了饭店 我们迟到了15分钟 迟到15分钟 人家就来跟我们道歉 就说不好意思 你们能不能再等一个小时 说为什么 说因为15分钟 我们烤鸭那个火猴 已经过了15分钟 不是它最好吃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对你们负责任 你们远道来吃的 所以要再等一个小时 于是我们就饿着肚子 等了一个小时 最后做好了 你知道 我觉得它那个就叫 我简单来说就叫一口香 你记得吧 其他部分先不说 它会挑出一个 是厨师帮你弄的一种寿司 挑出这么一块肉 弄上点这个弄上点那个 然后说 还教给你方法 不要细细叫 一口吞下去 我这一口吞下去 你就觉得整个脑袋都是香的 你知道吗 这个香就是鱼香都蒙了 像高潮一样 像高潮 没错 吃出性高潮来 这东西 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 精益求精 全是古精上脑 满脑 听不好 最近他有点性鸡饿 我告诉你 一听舌尖上的中国 你就想别的 因为我看到你 看到你看到舌尖 没有 你刚说那个料台湾 我看过一个报道 不晓得有多真多假 他说台湾的现在经营的好的饭店 他背后的老板 十个里面有八个有博士学位 或者说他的第二代 去读完一个博士学位回来 替他父亲来经营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对自己经营的这个 食物有要求 就像你刚说 迟到了15分钟 要等一个小时 他一定要达到最好 才行 我的意思是说 台湾到了一个阶段 前面的什么经济 政治斗争等等 过去了 他沉淀下来 每个人在自己专业领域里面 要求做到最好 所以我觉得跟他们背后的 整个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系 又跟香港不一样 可能我们的大陆社会 现在的现阶段 就是先把你胡弄 大陆社会现阶段是什么 我那天给你讲的是真事 北京餐馆 不是说一盘菜吃出区来了吗 叫的经理来看看社会区 哪有哪有哪有 放嘴里吃了 我那天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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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